原來 慢慢變化 OK 那我們就 開始囉 開始 作了一個夢 呃...等一下喔 呃...我要把我的... OBS縮在下面 这样我才可以调整 OK 作了一个梦 那个梦稍微有点遥远了 上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 连我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快要到达约定地点的原因 才让我再次梦见那个男人 摇摇头打算将再次袭癌的瞌睡虫赶跑 结果在抬头的一瞬间 看见了一张正冲着我微笑的面孔 嗯...她人物的配音本来就很小声 上亚在测试的时候 她人物的CV就真的... 我已经调到最大声了 可是她还是很小声 所以这点可能要请大家 耳朵张大一点 这是我们的 女仆小姐足秋 不知道为什么要穿女仆妆 陪伴了自己十几年的熟悉声音 将我彻底拉回了现实 面前这个在大庭广众之下 依旧毫不在意的身穿女仆妆 明明比我还要有气质 却遵充我伟小姐的女性 正是今天陪同我一起前往学校 浮明... 報名的主球 報名 安安長佑上課中聽不到聲音卡各位 OKOK 長佑 然後這是我們的女主角花系 真的不想讓她跟著來啊 想起今天早上那完全不能稱之為真職的真職 以及你這個字為什麼要小到讓我要整個貼到螢幕上才能看得到呢 因為從一開始我就被壓制了 我都會懷疑這主仆關係是不是遲早有一天會顛倒過來 嗨 什麼事 用一臉 超乾的 超乾的 這句還特別放大 關於這一點 請在花系小姐更加成熟的時候提出意義吧 嗚 我再一次深深的體會 像這個女人提出要求是一件多麼愚蠢的事情 西航站已經到了 We are driving at 西航 Station 西航 Station 嗨 安安 對我的膜拜請留在以後進行吧 再不下車就真的要做過戰了 能在我面前說出這麼厚言無恥的話 我的確應該好好的膜拜一下你 這兩對主仆也太會鬥嘴了吧 離花 呃 什麼 離開花家也已經兩年有餘了 第一次走出那個狹小世界的我 對外面的一切都感到新奇不已 雖然在竹丘和劍 這是劍字嗎 竹丘和劍字的陪同下 遇到過各式各樣的事情 但是這兩年也是我 除了短暫的童年外 最為快樂的時光 為了能夠追隨那個人 為了抓住和那個人唯一的關係 也為了達成某個目的 我來到了這個城市 將要開啟一段漫長的旅程 雖然這段旅程一定會很艱苦 但是 在旅程的終點 一定會有比以往更加安穩 快樂的生活等待著我吧 差不多 該醒來了吧 拍了拍臉頰 我提起精神 向前方等待著我的足球走去 出於史之篇 吳宇你講什麼賤寧啊 什麼破態度啊 想起剛才報名處那個老師藐視的眼神 就忍不住一陣活大 你不是我女僕嗎 你就不能為我講幾句好話嗎 你不是我女僕嗎 你就不能為我講幾句好話嗎 所以 所以 還請不要搞錯了重點 被你一講服裝品味我真是覺得無敵自容啊 你都穿女服裝了我還被吐槽 我這樣的裝備才正常的吧你 在我的身上尋找優越感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嗎 罵她 找回你主人的尊嚴 你這是默認的嗎 算了 不合你一般見識 欸 新的住址已經安頓好了嗎 當然 這次的房東是相當大方的人啊 基本上沒要什麼錢 就將整棟房子租給我們呢 上哪找這麼好的人啊 哇 這麼好 呃才不對 你不會又用了什麼方法看了對方吧 當然不會 這可是房東的 主動要求 雖然對主丑的話抱有質疑 但是看到她那令人背起發亮的笑容 我還是悄悄的當想要脫口的時候吐槽咽回肚子裡 唉 唉 這是鬼屋的前奏嗎 呵呵呵 接下來就要進去那個神醫班的房子 恩 比想像中還要繞啊 奇怪了 我记得应该是这附近才对 你确定你没有走错吗 原来只是迷路了 我怎么不记得你何时添加了这种属性啊 我的声音怎么突然不见了 不好意思我调整一下油 迷路什么的还不至于 绕过远路了解一下周围的环境也不错 别想用这种说辞 我的声音怎么不见了 帅哥 第一眼忘却还以为是家中化觉 你的人物走进了现实 但在那一瞬间之后我就反应过来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 我的春天来了吗 华西小姐 现实果然是残酷的人 朱秋 十二只 什么东西啊 生肖吗 作为我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二个目的 却是在见到约定要见的人之前遇到 这算是命运对我的讽刺吗 哈 那是重伤吧 重伤 是什么 十二是该不会是我有十二个男朋友吧 哇塞 这 这有点难选 十二之中唯一留有画像的人 而那个人此刻就在不远处和一群小孩 嬉闹着 和小孩嬉闹着的帅哥啊 有没有 华西小姐 现在要和他打个招呼吗 今天就算了吧 在找到那个人之前 其他的事情 我想先放一放 嗯 现在可以带我回家了吗 哎呀华西小姐 我们这不是正在回家的路上吗 你的企图明显的都不像你了 但在那之前 天就要黑了 所以今天还是早些回家吧 你的企图明显的都不像你了 我觉得这就要超经典的 他们这在主仆到底 他们真的是主仆吗 那么华西小姐 请走这里吧 哎呀 他是故意带我来看帅哥的吗 突然觉得他好像还蛮可爱的 真是贴心 果然太早了 都和竹丘说了别这么早叫我 我还想多睡一会儿呢 耶 所以这是我们新学校吗 看一下角色信息 哎角色信息还不能看 词典 哦好多 哎看一下花家 起源于千年之前 最初是以雏林师的身份而问世的家族 但由于后期因为傀儡方面的结束成就 而让很多人忽视了雏林师的原本身份 啊傀儡哦 难怪叫傀儡是花系 十二只 花家意义为要的傀儡 据说每一位的名字都源自民间的月份说法 而这些傀儡只是在将死之日 与花家人签订某种契约而形成的 哦这就是我的十二个 十二个猛男 不是 十二个家族的傀儡 家族文献包含花家历代当主的身份 以及各种研究文献等于花家相关的所有资料 其中只有花家当主的资料残缺相当严重 诶 怎么没有放到房城下里面去好好保管 这叫什么 诶 哦 诶 下面 哦下面这些 我可能是 上海之前有曾经试玩了一下 可能这个是我之前开出来的 那我们晚一点再给大家看好了 都和竹丘说这么早别叫我 BlaBlaBla 好 啊 痛 啊痛 不好意思啊 宫宝基地办根本不是 但是后面会出现的 因为我试完的时候把它提早开出来 啊痛是什么意思啊 突然抽痛的左手实质告知着我的新十二只出现 记昨天之后这么快就遇到第二位 这多少让我有点抽手不及 所以每当我的十二个帅哥一出现 我的手指就会抽痛吗 那万一他们十二个同时出现 那我不就十二两手手指全部都要抽痛吗 呃 光想就觉得手我抽筋了 欸不对啊 十二只我两手指只有加起来只有十只 那剩下两只那是我的大拇指吗 别吧 就在这附近吗 手指抽动就可以感应到是怎样 左右寻视着寻找左手指指的代表 十二只中梦动的存在 却不想跟眼前的景象突然摇晃了一下 啊要昏倒的节奏了 糟糕 既然是这种时候 我要昏倒啦 我要昏倒就代表又有一个帅哥要登场了 我就要说嘛 I told you 我就要懂你这个节奏 来来来来来来 哦吼 来来来来来 猛男出现了 帅哥出现了 而且这个是民夫妻子的猛男了 你看看这个肌肉线条 真是太完美了 我没 啊 啊 啊 死 原本想要感谢对方的搀扶 但刚才发作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消失 头再一瞬间又刺痛了起来 难道让你受伤了吗 稍等一下 我马上 我到超高的 他直接顶到最上面的视窗 啊 不 不是的 请等一下 原来如此 看来您 就是花家新人的当家 在家放在失礼 是个有礼貌的孩子 失礼什么的 是我自身力量不足 没有马上察觉到 很正常的 虽然刚才的痛楚 还没有完全消除 但我还是先将目光头像的面前 这位十二只身上 墨绿的发与眼 同时拥有如此高大声区的十二只 也的确只有梦东了 不过 这高度会不会太夸张了点啊 都撞到上面的视窗了 脖子好痛哦 还是稍微震远点好了 虽然我曾在家族文献中了解到他的大致性格 不过过去这么多年 却依旧没有什么改变 不 应该说 是几乎和文献中 别无二样的感觉 还真是成奇呢 稍微有些不太擅长和众人交流啊 总之 刚才多谢了 你是梦东没错吧 我叫花西 花家第一十九代党主 花西 在下并未做什么值得花西小姐言谢的事情 还请不必在意 你这样一百一言叫我怎么接下去啊 你看我干了 哎这下要说什么 在下 说了什么令花西小姐困扰的话 哦不不不 那个 你没有说过困扰的话 但是你让我超尴尬的 看到梦东一脸致歉的表情 我心中不知为何突然生起了一股罪恶感 嗯哼 嗯这点小事 你也别太在意 呃对了 我昨天才有看见其他的十二只 今天就又见到了你 难道这个城市 还有其他十二只在吗 沉默了 沉默了 肯定有其他十二只存在 肯定有 此事必须告知花西小姐 是 给我说 果然不是巧合吗 如果你知道些什么的话 请尽可能都告诉我 告诉我 在花西小姐到达子弟之时 十二只便已在此全部聚集了 糟糕了 我觉得我十只手指头都要痛了 比想象中还要残酷的答案令我不惊愕然 十二只已经全部聚集在同一个地点 那便意味着 我的原计划都通通作废了 不过 已经全部都在这里的话 倒是省去了不少寻找的功夫呢 那么在我带来烛秋和剑字之前 你们在这里待了多久 不是剑 不是剑灵喔 是剑字喔 他真的是念剑字 其他人尚且不知 其他人尚且不知 但在下 现在此地轮回至第四次 神马 你在同一个地方已经轮回第四次 是什么意思 百年之久 讲得好云淡风轻喔 你穿着这身制服留到百年之久 这已经成为校园传说了吧 嗯 怎么了 说在下室里 花西小姐方才所说的珠秋 乃是十二只中的位珠秋 是他没错 有什么问题吗 哦 珠秋他也是十二只之一喔 哦 那我的十二只不就全部都 不一定全部都难的喔 糟糕 有点 有点难过 有点失望 唉 不过仔细想想我们的珠秋 他也可以搞百合啊 ok的ok的 好 我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上无不同之处 是吗 多谢你的情报 差不多也要到成都的时间了 我去校室喽 有机会再谈谈吧 好的 请你慢走 拜拜 那个珠秋 竟在他身边 那个珠秋 那个珠秋怎么了吗 那 那 啊 莫非这是黑化的前兆吗 难道哪一天 主球从我们背后捅我一刀吗 哎呀 我觉得好有可能的感觉 那个人 到底在想些什么 想着捅我一刀吗 糟糕我可能要提防一下主球了 匆忙分 呃 匆忙感到被分配到的班级 教室里的人 呃 教室里的学生已经来了大半 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刚收拾好课本 门口的骚动 便将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不过更准确的说 是指根的疼痛 让我不得不去注意那骚动的中心 来了 我的帅哥又要再来一个 一次能遇到两个 该说是幸运还是什么呢 噢 一次两个帅哥 哦 你刚才看到了吗 刚才在门口吵架的那两个人 呀 这是传说中的八卦女生A嘛 啊 是同一个班的吧 报名的时候有见到过 八卦女生B 他 他会对12G有印象 开学一时就在班级门口激烈争吵的男女 感觉有恋爱 就会悄然展开啊 这女生超八卦的 哦不是 不是两个男的 是两个 是一男一女喔 嘿 不可能 他们是姐弟吧 我记得一个叫林小行 一个叫林佳萍 当时是和他们的老爸 一起来报到的 嘿 居然还是姐弟 什么 原来是姐弟 这这这这 八卦女生A 绝对很难过 真是多么美好的清淡之恋 你 我突然觉得我 我真的是 我的level跟他比起来还是太低了 这个人大概三转了吧 你想多了 好困 老师来之前 还是睡个灰龙觉吧 虽然说灵感较强的人类也相当多 但是强盗能够对十二之六印象的人 真的有吗 算了 还是先去看看门口的情况吧 文字幕电影 6 5 多 alltså 0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